大家好,今天可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粉发酵的几个关键点 面粉发酵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,加水量 富强粉500克和汉水250多克 而标仁粉500克,汉水约250克 冬天气候干燥,加水一多些 夏天水要小些 第二,温度 冷天发酵时水温要高些,夏天一般用冷水 第三,酵母的数量 用老肥来发面时 夏天的30度以上的高温 拌2500到5000克面粉 约需要150克到250克老肥 并用冷水 气温20度左右,约要放老肥500克左右 用温水拌 如果在冬天,海洋多放些老肥 要用比较热的水拌 第四,发酵时间 天气热,发酵时间短 冬天应适当延长发酵时间 冬天需4-5小时 而夏天2-3小时即可 发面的最佳温度在27-30摄氏度 只要能保持这个温度 面团在2-3小时便可发酵成功 根据气温的变化 发面用的水水温也应当适当调整 夏季可以用冷水和面 春秋季用40度左右的水 冬季可以用60-70度的温热水调面团 盖上湿布 放置暖气处带起发酵 如面肥较少 要发酵到面比较多 可先用温水加入面肥中 调成厚壶状 带浮气泡后 再多口下面调成面团带起发酵 请不吝点赞 转发酵